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的福建号已经返回了上海 返回了母港 这个舰载机返回后又重新出现在甲板上 按照这个速度可能今年年底会不会就正式交付呢 从顺利返港后机库里边的舰载机又拉到甲板上 这个尺寸现在还真是不好判断 到底是真机还是假飞机 二十多天烟熏也是非常厉害 舰岛上面有点黑 不过大家看甲板上 现在这个照片是平面照片 没有卫星照片 所以后续会出甲板上的一些照片 会不会有轮胎印 7月3号开始28号结束 时间25天 这个包括歼15空警600 预测应该是进行着着舰了 海上联合编队测试 关键我判断为什么今年要服役 就是看来美国人大选 中国人现在非常紧张 这个可能是个机会 所以我们对于美国人挑衅 我们做好了万全准备 今年可能福建号必须要服役了 尤其是他做了联合海上编队测试 这个简直就不是一个海事 一个航母该干的 尤其是进行第三次海事 就进行联合编队 实际就是让他赶快去进行执行了 从单舰变航母战斗群了 你想想这个击破状态 参考之前山东京海事 福建号基本已经完成一大半了 现在基本上年底 咱们说提前交付是肯定的 但会不会到今年年底 创个记录 现在就是舰载机大规模拙舰了 熟记了 既然这次成功了 大规模的拙舰 接下来就是进行5G系统相关测试了 5G系统就舰载机了 所以咱们不能排除今年就 今年就真的交付解放军了 因为按照现在的逻辑 现在大规模的交付 确实解放军线优先选 另外还有一艘舰是辽宁舰 肯定大家就忘记了 这艘舰应该进行了维修升级 如果辽宁舰和福建号 都是进行升级和测试结束之后 两个升级的航 会不会组成一个新的编队 在台湾东部作战呢 我现在一直期待 不是福建号一艘舰 而是辽宁舰和福建号双航母舰队 在台湾东部执勤 现在三航母 福建号 现在看 刚完成这个还是 三艘航母需要一个维修 保养执勤 要进行轮换 所以目前看 山东舰 辽宁舰 现在还是顶大梁 山东舰现在 他就在自己在前处 而辽宁舰应该是曾经面临过 22年5月 面临过5艘美日航母的维度 还记得吧 当时是辽宁舰应该是单枪匹马 进入关岛 福建 辽宁舰现在很少路面 山东舰现在就是前处之营任务 辽宁舰在黄海渤海 一直展开演续 这个区域就是福建号演续区 所以我为什么说 看到辽宁舰和福建号 福建号组成航母编队 让我想到辽宁舰就在这 辽宁舰刚刚完成升级 进入新的阶段 辽宁舰建造的最早 而且现在 中国辽宁舰据说可以起降 歼35了 会不会就演练辽宁舰上的歼35起降 然后再从福建号起降 演练这个呢 辽宁舰雷达电子设备 应该是演示性更新 那就是电子方面 我们现在 可能弹化架雷达 是不是也要用 估计歼15 歼35应该都已经完成上舰演练 我一直讲 辽宁舰就在演练歼35 没人信 完善航母战斗 这个必须的 所以歼35可以滑行起飞 在辽宁舰上 这个舰起飞的话 同时还有空领600 估计应该也要上舰 空领600 如果能在辽宁舰上 要飞的话 它要进行 触舰重新起飞 这个延续 这个就是 飞机降落在甲板上 立刻起飞 这个是紧急情况下 一些状态 今天8月份 辽宁舰航母一定有密集的 起降作业 去量 今天8月份 因为这段时间 黄海这一带 是季风 对于起降是有利的 解放军其实 就在7月份和8月份这个阶段 实际一直都是中海亚裔弹 是西南季风 适合于起翻去 插曼导和日本 这个季节就适合于舰带机 这个延续 舰带机起降和海上大风有一定关系 那福建和辽宁舰现在都在黄海 对吧 咱们之前那一段时间都在黄海延续 会不会就在试验互相起降 这是一种海上航母 起降舰带机 从一个舰上另一个舰 这是常规的 因为战时是真实需要的 考虑到辽宁舰和福建后 两艘航母起降方式不同 一个华越起飞 一个电子弹射 所以都需要起降 歼15歼35空军600 既然这三种飞机都需要 那就是我们可不可以 搞一个复杂的 互相的 咱们说交替的着舰起飞 其实这个考验什么 让同型战机飞员适应不同航母 那这个难度 这是无缝对接 这个难度就通过 8月一节会不会就在8月份 中国的舰带机辽宁舰和福建号 会不会在海上进行 所谓的跨航母的着舰 这个咱们期待的 如果这个完成了 那基本上可以建议今年年底 辽宁舰 福建号和辽宁舰可能要共同 要完成这个 完成这个战斗战败值勤任务了 之前外媒公布这个卫星图 三艘05RD驱逐舰 这个 三艘05RD052A 这个 还有一艘布袭舰 当时是没有这个05万大区 就形成一个基本的配置 战斗航母编队的配置 进行海上的航母的通信和联合作战测试 这个福建号和这个三艘舰进行测试 这是超出很多人想象的 一般流程你看测试 这都是最后几下 而且是和这个山东舰第九次海事才进行了这种测试 那么福建号是打破了一般的海事流程 进行了大幅大幅度的加快 所以短期内三次海事 科目全都是针对性 而且是快速进行 从航行性能再到大角度的机动等等 极端测试 这个相关测试就 就表示中国海军是急需他服役的 越快越好 所以随着这个第三次海事完成 可能这个很多人就认为 这个 现在也很多人判断了 就今年可能就要交 解放军了 现在很多人说 不同的类型的舰机 舰载机上舰之后 可能就要交付了 其实四代和五代 舰载机 歼15和歼35 对吧 这不同代 那咱们有可能五次海事之后 就可能要交付了 这是我们拭目以待 后面下半年两次海事 周边中国局势确实不稳定 辽宁舰山东舰 我觉得已经是受到一定压力了 尤其是日本的航母 所以的准航母 正在给中国会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要保证这种轮换 必须显示出我们福建号的能力 这个时候就要快速进海事 快速让他 你要指望他打仗 我觉得不现实 我觉得所有人都不会指望他打仗 但是你在这坐镇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你敢来打我吗 那打咱们就打河上了 所以咱们必须要有福建号在这坐镇 所以我觉得现在快是关键 你镇厂子嘛 说完了这个东西 咱不能指望他真正打 因为大国不会打 但是你东西必须有 按照日本媒体说 他们也关注 加紧福建号还是 他说中国是在接美国离开 亚洲后留的空白 中国海军在加强在西太的存在 而且美军是从一岛链撤了一部分资产 大规模部署航母的 现在只有美国能做到 那么中国在航母上 也现在已经做到了 未来有各种类型的舰带机要登福建号 所以美国人撤离岛链以后的空白 俄罗斯现在也往南海去 俄罗斯现在也想填补空白 但是他因为海军能力实在不行 所以说这个空白现在日本人也在 全世界都在想 怎么 就包括北约不也往这个边上来吗 实际就是美军撤离以后 这个空白谁还填 你如果福建号不赶快 占领这个空白地 那是不是未来就被别人抢走了 中国在打造一支可以与美国匹敌的海军 所以这是我们的 就是一旦爆发战争 我们的底牌 那不出意外的话 日本人现在吵中国威论 其实实际就是什么 就是不想让中国 把美国撤离 一岛链以后的空白给占了 无论日本怎么猜 我觉得 他能力就到这了 他受美国人限制 他能力就到这了 你让他搞出一个山东舰那种航母 他搞不出来 所以不要指望他能够 像当年日本海军 帝国海军一样 能填一岛链这个空白 那现在看 就是中国必须要将山东舰 辽宁舰 福建号三艘航母 充分利用起来 怎么样在美军撤离一岛链的时候 快速的填补 美军离开这个空白 这个空白填补是什么意思 就是统一台湾 填补完空白之后 就是统一台湾 这个地带 现在是美国 日本 中国 包括北约 俄罗斯 现在这几家全部都在争 但是在这个方向 最有实力的 现在看 一岛链绝对就是中国 所以我们的福建号 要快速进行海事 就是要 我们必须在南海和台海 包括台湾以东这个区域 菲律宾海这个方向 必须要长期支起 我们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这个地方必须有长期航母在这支支起 那就必须有三艘航母轮换 对吧 我们福建号实际是最关键的一艘 那边 这个地方 我们要继续